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今日談 我是韋婷 第59屆慕尼黑安全會議 將於2月17日至19日在慕尼黑舉行 德國媒體稱 全球150多位政府首腦 及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將出席 但俄羅斯 伊朗未受邀請 而美國則派出超級代表團 高規格參加 本屆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時間 十分接近俄乌衝突一周年之際 俄乌衝突將成為 此次會議的重要議題 此前 慕尼黑安全會議發佈 《2023慕尼黑安全報告》 報告中提到 即便俄羅斯使用戰術和武器 89%的烏克蘭受訪者也認為 應繼續抵抗 這份長達176頁的報告 還說了哪些內容 今年的慕尼黑會議 能否為俄乌衝突找到解決之道 相關話題 今天我們要請到 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 國際問題專家 前鋒先生做分析解讀 首先通過短片了解一下相關情況 由於此次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會期 非常接近俄國戰爭爆發一周年 因此這次慕尼黑也是一個年度的總結 對目前世界安防局勢 進行回顧和展望 而烏克蘭也不會是唯一的話題 世界其他地區可能發生的危機 也都會被保護在內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原本計劃訪問中國 但目前看來在近期內不會成行 因此本次幕安會也是中美會面的一個平台 而在此次會議上 中國是否會成為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各國記者非常關心的話題 當然是中國大部的大部位 有非常濃烈的問題 尤其是有關關於這位於海外的大部位 財政市大部位 是歷史的大部位 最多的大部位 財政市大部位 是歷史的大部位 有很多大部位 財政市大部位 是一大部分的大部位 財政市大部位 財政市大部位 和這麼多的一種保護 這當然是正確的和重要 這當然會顯示 從我的看法 一直在談戀上跟中國 我已經在談戀上 錢先生您好 我們看到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時間 與俄屋衝突一週年的時間 非常地接近 所以俄屋衝突也會成為 本次會議的重點議題之一 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 霍伊斯根也表示 會議將為各國政要人士 提供一個機會 評估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以未來將會如何遵守 您怎麼來看呢 您認為圍繞俄屋衝突 本次慕尼黑會會進行哪些討論 好的 這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這套話說 其實現在美國西方 在各種場合都會提到 似乎就是誰違反了 這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誰就是大逆不道 誰就是與國際社會作對 其實我們看 什麼是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其實這是美國上世紀90年代 其實它正式提出來 正式提出來 但是它這一套包羅萬象的東西 其實還是比較含糊的 它的其實目的 它就是說想維護美國的 對世界的一個統治霸權 但是美國它也不能公開地說出來 當時提出來後 在十幾年時間內 美國提這個提法並不多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美國政治 科技 軍事實力 都是打倒頂峰 它也沒必要提這樣的秩序 但是這些年提的比較多了 為什麼呢 其實還是一個美國的國力 這個綜合影響力相對開始衰弱了 所以美方就越來越多的提這個東西 這個我們看到 這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說實話呢 它這個呢 其實有一些 是這個可以說理論上的一些漏洞 比方說 這個由誰來決定什麼秩序 才是對於這個國際呢 這個這樣的一個秩序的 最佳的一個預期標準 什麼時候 然後呢 誰來評判 誰違反了這個參與國的 和國際社會的 這樣的一個 這個合不合規 這由誰來評判 我們看到美國 美國其實這些年呢 它說是這個國際這個國際秩序 這樣的一個國際共識 但是呢 美國自己呢 在軍事上 從伊拉克 到這個敘利亞 發動了一系列的這個干涉戰爭 包括呢 它自己 這個可以說破壞這個國際共識 在這個國際法之外呢 搞這個小集團 搞這個長壁管轄 我們看到特朗普時期 對於這個國際法 國際規則 對吧 這是美國的事 用就可以用 不用 用則氣 可以說呢 它都是以這個 這個務實主義這個角度觸發的 其實呢 這引發了 引發了國際社會呢 對美方的這個國際信譽的這個質疑 其實在我看來呢 可以說是基於這個國際法 基於這個聯合國憲章 這樣一個基礎 然後呢 基於什麼為核心呢 基於這個世界上 最具有代表性的 最具有這個 這個權威性的 這個國際組織為核心 那就是聯合國為核心的 然後呢 基於這樣一個共識 這樣一個秩序 這樣才是一個長久的 才是一個穩定的 而不是美方所說的這個 基於規則的這個國際秩序 這次呢 我們看到這個慕安會 那可以說是毫無疑問的 可以把俄欧衝突呢 這個是擺在這個議會的 這個會議的這個首要議程 這個過去一年來吧 可以說是各方呢 全世界對這個 這個俄欧衝突啊 已經比較疲憊了 但是呢 還在繼續當中 現在目前也看不到呢 這個和平解約的曙光 這次會談什麼呢 我們從本月剛剛結束的呢 包括呢 這個歐盟與烏克蘭的峰會 包括呢 這個美國呢 就有個烏克蘭的 這個國防聯絡小組 這個會議 從這幾個會議上 得出的 就會看出一些端倪了 這兩個會議呢 其實呢 也進一步的明確了 這個政治上 要繼續呢 這個支持烏克蘭 這個軍事上 繼續援助烏克蘭 其實目的呢 還是要俄羅斯呢 這個俄羅斯承認失敗 如果說呢 這兩次峰會呢 是在這個 美歐呢 是在政策上 在一個明確表示 今後的政策 這個繼續呢 支持烏克蘭 這次呢 募安會 因為有這麼多的這個 包括有學者 包括有專家 包括有這個 這個國際上 有這麼多的這個 相關人士參加 其實這一次呢 還是繼續呢 對俄羅斯 進行一個譴責批評 譴責指責 繼續呢 把這些政策呢 變成一個輿論上 還有包括呢 這個理論上呢 進一步的一個詮釋 雖然 在我看來呢 可能會有一些呢 對這個 當前的這個 美歐的政策呢 有反思 這樣的一些生意 會出現的 但是呢 這個我想 肯定也不會是主流 在2月13號的時候 慕尼黑會議呢 還發布了一份 2023慕尼黑安全報告 其中一項民調就顯示說 絕大多數的烏克蘭人認為 願意與俄羅斯停火 但是呢先決條件是 俄軍撤出 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 所有烏克蘭領土 民調還顯示 如果說 俄軍撤出烏克蘭其他領土 但是仍然佔據克里米亞 那麼80%的烏克蘭受訪者 認為也是反對停火的 還顯示了 即便俄羅斯使用了戰術核武器 89%的烏克蘭受訪者 依然認為要繼續抵抗 這項民調結果 您怎麼來看 其實呢我想第一個呢 我想說呢 這個民調結果 尤其是關於烏克蘭的民調結果 我認為還是真是可信的 因為畢竟啊 這場仗打了這一年了 對於這個當事者 當事方 當事國的烏克蘭來說的話 這民眾 可以說是在這個戰爭中 是損失 是這個無論是人員 生命 這個財產的損失 都是很嚴重的 包括我們看到這個 光難民的數量 去這個國際社會統計 聯合國統計的話 就將近有1000萬難民 包括他們每天的這個 可以說家園被炸 基礎設施被毀 可以說呢 對俄羅斯這個仇恨 可以說是 現在是進一步的加深 這個俄羅斯跟烏克蘭 這個兩個民族的仇恨呢 在我看來啊 可以說幾代人都 都無法化解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其實呢 我這次也觀察到呢 這次呢 就民調中呢 這個是納入了烏克蘭 但是沒有俄羅斯的這個民調 嗯 我相信呢 這個絕大多數人 如果這個民調 開始在俄羅斯展開的話呢 這個結果呢 正好可能是掉個個兒 因為呢 俄羅斯的民眾呢 也是跟烏克蘭的大多數民眾一樣的 其實也是希望 早日結束戰爭 但是呢 這個結束戰爭 包括呢 和談的這個先決條件 可能呢 是與烏克蘭呢 是恰恰的相反 嗯 第三個呢 我想看啊 其實從這個報告中一個調查數據 就是89%的烏克蘭人 在這個俄羅斯可能使用戰術核武器的情況下 還要繼續堅持打下去 這點啊 其實說實話 讓我覺得還是很擔憂的 嗯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 也無法會了解在戰場上的這個瞬息萬變 戰場上的這個真實的情況 這個時候呢 就需要一個 就是說務實 包括呢 這個領導大家的 這樣一個政府 這樣一個政治家 政治家 首先呢 是要必須尊重民意 對吧 但是呢 在這種大問題上呢 是不能被這個民意給牽了走的 嗯 不能被民意所裹挾的 如果完全是這個 按這個民意來來的話 從小的角度講 那這個政府也太好當了 什麼時候 什麼東西都可以 通過民意表決來執行 政府不要操任何心了 從大的方面講呢 這種民粹主義的這個上升的話呢 可能會影響這個整個國家的這個前途 這也是我很擔憂的 嗯 慕尼黑安全報告中呢 也指出了說 過早的和談很可能會遭到烏克蘭民眾的強烈抵制 而在一些美西方國家 民眾對於俄烏和談的呼聲是尤其強烈的 這份報告中提到的 烏克蘭民眾和西方民眾對於和談的不同態度 您怎麼來解讀 呃 其實呢 烏克蘭民眾的這樣的一個態度呢 這是呢 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的 因為畢竟呢 在他們看來這個大敵當前要同仇敵看 要反對呢 這個在沒有達成這個目標之前 進行一個過早的和談 否則就是投降派 但是呢 對於這個 包括這個美西方民眾來說的話 因為美西方呢 我們知道 美西方呢 這個本身呢 就是一個多元化社會 對吧 本身呢 對於這些呢 重大問題呢 就會有不同的一些身影 對於那個普通民眾來說呢 我們看到這個歐洲戰爭呢 已經馬上要一周年了 這個一周 一年前 面對呢這個突如其來的這樣一個衝突 所以說很多民眾呢 其實呢 包括呢 也是在這個媒體的一邊島的這個譴責 包括一邊島的支持烏克蘭的情況下呢 其實也陷入了一個信息的減防 所以說他們呢 毫無疑問的是支持的 但是呢 時間一長 這個說實話 也是這個審美 包括疲勞 這個都很疲勞了 這個大家呢 又回歸到正常的這個個人的生活 大家更關心了身邊的事 更關心的是自己的這個錢袋子 對吧 自己的這個菜籃子 包括呢油箱 裡的汽油的價格 這個會不會影響自己的生活 他們更關心這個 說實話現在呢 俄烏衝突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這種呢 外裔的後果呢 已經是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顯著了 這俄國呢 也是顯現 在歐洲民眾 我們看歐洲民眾看來 其實呢 這個天然氣價格的上漲 對吧 包括呢 糧食的上漲 已經對他們日常生活呢 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呢 那更多的希望呢 早日呢 這個盡早的接受戰爭 而且呢 有的民眾呢 還是公開的 強烈的把自己的這個聲音呢 表達出來了 我們看到去年 捷克呢 有數萬民眾的這個示威遊行 就是希望趕快停止戰爭 嗯 另外呢 慕尼漢全報告中也提到了說 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許多的國家 是拒絕在烏克蘭衝突中選邊站的 有德國媒體認為說 西方應該搞清楚 這其中的一個原因 是不是像有一些分析認為的 說表明亞非拉國家 不滿西方主導的一個國際秩序 您如何來看呢 這個其實一周 這個俄武衝突爆發一周年 一年前衝突爆發時候呢 這個美西方呢 就是把這個俄武衝突 用他們的敘事呢 把這個俄武衝突描述為一個 專制對民主的這樣一個對抗 在他們看來 這個民主受到了威脅 那我們呢 這美西方國家要支持烏克蘭 在軍事上要挺烏克蘭 要打敗這個專制的俄羅斯 但是呢 在這個廣大的國際社會看來呢 其實因為烏克蘭 本身呢 烏克蘭這個衝突呢 烏克蘭危機到現在 衝突爆發到現在 我們知道烏克蘭的這個危機 背後啊 這個原因還是很多的 其中呢 它這個可以說是 既是一個呢 歐洲跟烏克蘭 俄羅斯烏克蘭之間的矛盾 長期以來這個矛盾呢 一個總爆發 同時呢 也是呢這個冷戰思維 包括呢這個集團主義 這種對抗 這樣的一個反應 烏克蘭問題 我們講這個成因還是很複雜 它背後呢 其實有複雜的這個歷史行為 還有一個這個來龍去脈 在這個問題上呢 這個其實 絕大多數呢 第三方 這國際社會的這個中間國家 其實是看得很清楚的 我們看到 這個衝突爆發後呢 這個北西方呢 掀起了這個史無前例的 對俄羅斯的制裁 但是呢 跟著國家有多少呢 我們看到這個 就來亞洲來說的話 除了這個日本 韓國 新加坡 其實沒有什麼 而且呢 這些主要的 重要的這個巴蘭盧國家 這些新興國家 這種地區大國 我們看到一下 印度這樣的一個人口大國 第一 可以說是沒有選擇制裁 然後呢 我們看到這個最大的 這個穆斯林人口國家 這個印尼 也沒有選擇 然後中東這樣的地區大國 包括沙特也沒有 包括呢 像這個非洲的南非呀 包括呢 墨西哥呀 包括這個 包括拉美的巴西 都沒有跟 這也表明呢 就是說這些國家呢 並不認同 美西方的這種呢 這種民主對專制的這種敘事 其實也從另外一個角度 我們表明呢 這個這些國家呢 也是對現在的這個國際這個秩序呢 也是呢 有很多呢 覺得不滿的地方 他們呢 也看到了 就美國提出來的 這個 基於這個規則的這個國際秩序 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 都是存在很多讓人 就是不相信的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理由 還存在著很多的這個漏洞 好的 感謝錢先生精彩的解讀 下節新聞近日談 繼續帶您關注 美國高規格參加 慕尼哈安全會議 俄羅斯伊朗未受邀請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新聞近日談 歡迎回來 美國高規格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 而俄羅斯伊朗未受到邀請 慕尼安慧安排被批評 失去包容性 美國副總統哈里斯 將率團參加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 美國政治新聞網13日稱 今年美國將派出迄今為止 是規模最大的代表團 哈里斯身邊將有幾十名政府官員 安全官員和國會議員隨行 包括國務卿布林肯 國防部長奧斯汀 和眾多國會代表 美國參議院三分之一的議員 都將參加本届慕安慧 而俄羅斯政府官員 沒有被邀請參加安全會議 這是俄羅斯連續第二年 缺席慕慕安慧 自1999年以來 俄羅斯一直是慕安慧的參與者之一 通常由外交部長率代表團參加 2022年第58届慕安慧時 俄羅斯方面因多重原因 拒絕了參會邀請 俄新社援引俄外交部消息證實 俄羅斯不打算參加2023年的慕安慧 俄方表示即使受到邀請 俄羅斯也對這個已然喪失客觀性的論壇 失去了興趣 伊朗也未受到邀請參加今年的慕安慧 王毅將引邀出席慕尼黑安全會議 王毅也是中共二十大之後 出訪歐洲的中國最高級別官員 外界高度關注 王毅會否在慕安慧期間 與布林肯會晤 錢先生您好 我們的話題繼續 美國將派出有史以來 規模最大的代表團參與 本屆慕尼黑安全會議 美國為何會如此重視本次會議呢 這次由美國副總統哈里斯 帥的龐大的代表團參加慕安慧 這也是美國一直以來對慕安慧 每次的這樣一個傳統 我們看到不論是美國的副總統 包括國務卿 包括拜登本人都參加過 包括拜登作為副總統也參加過 而且我們注意到 其實這一次參加的 還包括一個龐大的議員團 在美國參議院議員是100人 這次有三分之一的要參加 其中包括兩黨的大佬 比方說我們看到參議院的 民主黨領袖舒默 包括我們看到共和黨的領袖 麥康拉爾 這都是可以說是美國政壇上的 民主和共和兩黨建制派的 這個代表 可以說突顯了這個美國呢 這個政府的 包括美國呢 包括兩黨對這個慕安慧的重視 在我看來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呢第一個呢 在這個這樣的一個重要的平台 要突顯呢 這個美國 這個建制派呢 是重視盟友 重視呢 這個跨大西洋這個關係 要通過這個呢 要展示呢 在這個跨大西洋關係 美國關係上呢 這個是有意是勞不可破的 那第二個呢 其實呢 也是利用這樣一個平台 一方面呢 繼續對俄羅斯呢 進行一個打壓譴責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呢 要借機呢 也要兜售呢 這個美國呢 這個可以說是 建制派的這樣一個政策議程 特別也包括呢 這個對華競爭戰略 這樣的一個議程 嗯 我們知道慕尼黑的會議 多年來都是多次成為 西方與莫斯科對話的一個平台 俄烏衛衝突即將滿一周年至即 今年的會議主辦方 沒有邀請俄羅斯出席 俄方面也是回應說 即使受到邀請 也不會去參加的 各方的表態 您認為釋放了怎樣的信號呢 這次呢 烏安會的這個主辦方呢 也說了不予邀請俄羅斯參加 是為了避免給俄羅斯提供一個呢 宣傳的這樣一個平台 其實呢俄羅斯呢 這次呢不參加呢 因為它去年已經沒有參加了 這也是1999年俄羅斯呢 這個參加這個募安會以來 已經有連續兩次呢不參加了 俄方呢 這個可以說的反應呢 也是非常正常的 有沒有看到 在以往的這個募安會上呢 俄方呢 還是把募安會呢 作為一個呢 與美西方呢 進行一個針鋒 針鋒相對的交流 包括呢這個 可以說是呢 這個 闡市俄方觀點的 這樣一個平台 其實世人都是特別 對2007年那一場的 募安會呢 特別記憶遊行 當時呢這個普京呢 作為總統啊 這個當時呢 帥團參加手 普京在會上 是發表了一個 強烈的批評 美方政策的演講 他在裡面呢 對美國呢 在這個東歐部署 這個反導系統 對於這個北約東闊 對於美國搞這個單邊主義呢 進行了一個強烈的批評指責 當時也是這個 普京在募安會的講話 被普遍認為呢 是美國 俄羅斯跟歐洲呢 跟美國西方呢 結束這個蜜月期的 一個正式的一個開始 但是呢 俄方呢 現在知道 現在的國際社會 特別是國際社會中的 特別是這個美西方國家呢 也是帥團的 可以說是呢 在輿論上是圍毆俄羅斯 此次去呢 也是呢 可以說是 某種程度上是自取其辱 可以說是遭到國際社會的 特別是美西方的 這個一個攻擊 在這個情況下呢 俄羅斯呢 當然選擇 這個不予參加這個會 這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說這個也是俄方 這個天然的反應 這個從這個角度呢 我們看到 就像俄方所說的呢 他指責木安會呢 也是缺乏了這個 中立性的包容性 嗯 這次除了俄羅斯 伊朗呢 也沒有受到主辦方的邀請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也表示 這違反了會議的政治中立性 伊朗未被邀請 您認為這反應了怎樣的問題呢 這個伊朗呢 這個我們看到 這個木安會呢 歷然呢 是這個由美西方呢 它來主導的 這個現在這個美西方 與這個伊朗的關係呢 這些年呢 也是一直在惡化 在這個俄烏衝動之後呢 這個美西方呢 包括輿論啊 包括這個政要啊 也是指責他們說呢 是伊朗呢 向俄羅斯提供了這個 五人級支持 但是伊朗方面是 堅決否認的 在這個問題上呢 把烏克蘭都 都是進一步的 把烏克蘭對伊朗的 這樣一個不滿放大了 烏克蘭的外長 甚至都說了 這隨時考慮的 與伊朗的斷交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這美國跟伊朗的關係呢 如此糟糕的情況下 他們呢 這次不邀請伊朗參加呢 可以說是某種程度上呢 也是對伊朗的一個警告 也放出一個信號 這個可以說是 他們認為這個俄羅斯 因為這個俄烏衝突 已經在這個 美西方媒體上 成為一個國際契兒 國際賤民 你伊朗呢 要是繼續呢 就是跟俄羅斯 就會出現同樣的情況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 這種趨勢其實挺危險的 這是美西方呢 其實變相的人為的 就是把伊朗呢 進一步向俄羅斯方面推 看到王毅呢 正在訪歐的行程中 期間將會應邀出席 慕尼漢權會議 外界高度的關注說 王毅會否在這次的 莫安會上 與布林肯進行會晤 對此您怎麼來看 您認為莫安會 會否成為中美 雙方管控分歧的一次機會呢 其實呢 這個外界呢 關注俄烏衡衝突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 就關心呢 這個中美 特別是這次的莫安會上 中美呢 兩位呢 負責這個外交的 這個最高官員 能否進行會晤 其實在過去 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看到這個 因為這個氣球事件 這個不在美國呢 也是吵得沸沸揚揚的 這個美國呢 可以說是國內的 這個強硬的勢力 包括呢 一些呢 機會主義的勢力呢 也想呢 通過呢 炒作這個氣球事件呢 可以說是 進一步呢 這個 放大這個 這個手中的這個籌碼 進一步呢 在下一步與中國呢 這個大交道的時候呢 佔據所謂的道德高地 所以說擺出一幅呢 這個對中國呢 心事問罪的架勢 但在中國看來呢 這個美方呢 其實已經不顧中方的呢 這個外交上的 一再的這個交涉 對吧 以及執意 要在這個這個飛艇 這個民用飛艇 已經離開美國的這個 這個空域的這個 這個 這個之後 動用了武力 進行這個擊落 這明顯呢 是違反了這個 國際法精神 這個國際法精神 和國際慣例 特別是國際法精神中呢 就是說 關於這個爭執啊 關於雙方的這個爭端 要用武力 要用和平手段解決的 這樣一個精神 那這個呢 其實對這個 我們講巴黎島 這個會談 會晤之後 兩國元首會晤之後呢 就雙方的 穩定關係的這個努力 這樣一個進程呢 是構成了 很大的一個衝擊 可以說吧 國際社會 對中美呢 兩國呢 這個借用這個機會呢 這個還是進行一個會晤 還是期待的 但是現在呢 雙方的這個 這個外交部門呢 也對這個 是否會晤呢 沒有證實 如果呢 這樣一個會晤呢 能舉行的話呢 我想呢 對這個中美這個緊張關係 降溫 中美兩國關係呢 這個 又是這氣球事件後 這個轉圜 還是有幫助的 好的 感謝錢先生精彩的解讀 同時也感謝您收看 今天的新聞今日談 我們下期再會 請問一下 我們下期了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